在修工程收惠 南投前縣長李朝青 判刑98年定驗 希望法院儘快還我清白 收惠還堅持自己清白 前南投縣長李朝青 被最高法院認定 在八件工程中收惠 18日判他98年定驗 必須入肩服刑 李朝青被控 擔任南投縣長期間 利用縣府經辦莫拉克等 風災修復工程 或河岸整治排水等工程 通過七舊等人向包商收取回扣 收惠至少上千萬 2012年底遭搜索約談 他一度被收押 直到起訴後才以兩千萬交保 雖然他這麼說 一選法官認定他貪污高達上百次 不法所得約兩千萬 重判他30年 二選則改判22年 最高法院18日 先針對其中八件收惠案 派他98年徒刑定驗 另外103罪發回更審 最高法院也通知檢方 啟動防滔機制 確保他到案執行 東新聞綜合報導